借过受证国内免税店龙头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打造良性循环 但背后努力可不简单 人手一带从机场开到 独栋六层楼的免税商场 每年营售预百亿 但创办人姜松化 可是从月薪二十元的小学徒 白手起家 你慢慢放下的时候 你觉得说一些空虚 你离开这四间的时候 不是都是零吗 零屋兴高姜松化 出身嘉义农家 国小毕业就资深北上 到皮建工厂当学徒 四年时间月薪从二十元 跳升到三千元 他脑筋冻得快 别人一张皮只做一个包 他却能够做两个 18岁那年靠着标会借钱 开了间皮包工厂 企业社会创办不是为了赚钱 还是毕竟进他说 企业社会社会企业的一个方向 跟目标 初期打国际品牌代理 姜松化土法炼钢 自学英文 勤飞欧洲三顾茅庐 慢慢建立起名声管理员工也有一套 我们是用肉食传统文化 地子规两三四讯 要由上而下 以身作则 原来管员工居然用地子规 练三十岁的儿子 江坚庭 集团的总经理也被要求 退伍后从赞门市 喊欢迎光临学企 甚至亲自当起客服接电话 麦当劳是两块面包一块肉 可是它是个世界级的有名的品牌 那既然这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专业就是当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做到了你就是专业的 江坚庭也导入新思维 拍摄形象广告 传达经营理念获得会像 我们怎么样去不断地坚持卓越 坚持创新 那从这当中 很多是要从无到有的学习 会做事还要学修身 透过不爱和回馈的经营理念 称其免税亡国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